杭州林平万宝城有一个南兵轮滑运动发展中心 去年10月份 王女士在这里交了4500块钱 给三岁的儿子报了一年的轮滑课程 她说 体验科遇到的那位老师还不错 孩子也挺感兴趣的 可换了老师之后 孩子怎么都不愿再去了 王女士说 孩子摔倒那次她也在现场 本来 老师正在给她孩子上课 结果有客户来咨询 老师就把孩子丢在一边去接待客户了 王女士说 从那之后 孩子特别排斥学轮滑 进入商场 刚走到电梯这里 孩子发现这是要去轮滑班 一下子就哭闹了起来 王女士说 从去年11月开始 孩子就一直这样 她只好暂停了课程 现在孩子还是很抗拒 她希望对方能把剩余的费用退还给她 但沟通几次都没有结果 王女士费了很大的劲 把孩子哄到了轮滑培训班门口 一位贾老师出来进行了沟通 我先了解一下 他们家之前这个细节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了之后 我才好去跟上面盖反应反应 然后盖都没处理都没处理 贾老师说 贾老师说 退费的事情她可以跟领导申请 但她还是希望听听孩子的想法 正好王女士也想看看孩子到底是怕困难 还是真的不想学 孩子还是很抗拒 贾老师去前台拿了两个奥特曼 这个叫什么名字 老师呢 这个呢 赛罗 赛罗是不是啊 那你拿好 这小杯子你扔一个 看你扔腰扁 嘿 耶 哎呀 这可以可以的吧 你看老师会让它转喽 转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都没有转的 你没有穿这个鞋子的 你要穿这个小鞋子 看到儿子学得挺开心 王女士表示可以暂时不用退款 但她希望 接下来的课程 这位贾老师能多教一下她儿子 贾老师表示 可以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